這首歌的歌詞是講造反有利 要鬥爭要打到一切 其實都講中了當時的社會情況 是啊 感覺上真是好混亂 連老師都要鬥爭 當時可以說是中國的新聞歷史以來 去到過最自由的地步 亦都經歷著最保守最封閉的時期 其實那段時間是跟當時的政治很有關係 過了這段時期之後 就到我們最熟悉的改革開放時期 相信在新聞方面都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應該就是了 這個文革終於結束了到了1979年 這個時候毛澤東也已經不在了 文革也結束了 改革開放開始了 我們忘不了就是鄧小平發動的改革開放 忘不了上一個世紀的80年代 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 生機勃勃的景象 我們來看看媒體好了 就是《人民日報》這樣的一個 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報 在1980年 它就可以點名批評兩個副總理和四個部長級幹部 這個《中國青年報》在1980年 可以點名批評商業部長 這個商業部長到一個餐館吃飯 付很少的錢 然後被餐館的廚師揭發 《中國青年報》就讚美讚揚這個廚師 向特權挑戰 叫《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氣》 在1986年的時候 你看當時的報紙說了很多大膽的話 連《人民日報》都說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樣的報紙在今天都是不可能看到的 不可能看到 我也在那個年代 大家都看過唐山大地震 這是唐山大地震最初發表在 《解放軍文藝》雜誌上的這個樣子 為什麼寫這個書呢 我們叫告別神話 告別假話 我要說一點點真話 說一點人的話 不是說鬼話 你這樣寫就受到讀者的歡迎 當時中國大陸的讀者就非常歡迎這個書 因為你說了一點真相 說了一點真話 好了 1989 各位同學知不知道 1989年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那個時候 這也是報紙登出來的 我們的記者上街去遊行 要求突破新聞封鎖 要求新聞公開 這個時候 新聞工作者的這個標語是這樣的 我們想說真話 別逼我們造謠 在80年代 特別是1989年是這樣的 你們看到那個時候 《人民日報》的記者也上街 去要求新聞自由 而且《中國青年報》那個時候 報導了黨的領導人 趙紫陽先生 他認為學生遊行 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 那個時候 有過幾天的特別開放的時候 《人民日報》也報導了 百萬人的大遊行 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 這個是5月18號的報紙 我來給大家說一下 我們中國的傳媒 在文革 在我當解放軍的那個時候 我們看這個圖 中國傳媒很少 受到嚴密的控制 又沒有商業化 但是這個30年以來 中國傳媒的變化就很大了 中國傳媒呢 它一步一步的 從非商業化 走向商業化 從嚴密的控制 走向這個 相對的自由 但是走得很慢 走得非常非常慢 你們看 它在變化的地方 中國大陸的報紙 跟香港的報紙很像 很像 這一天是這個 歌星梅艷芳的葬禮 我們北京的北京青年報 和我們香港的東方日報呢 它的這個頭版看過去是很像的 基本上一個樣子 所不同的是 北京的報紙上面呢 在梅艷芳的消息上面呢 還有一個胡錦濤的講話消息 很短很短 用很短的消息說明 它是這個政治上很正確的 可是呢 像這樣的報導 就是我們的維園的活動 悼念趙紫陽呢 只有在香港可以出現在中國大陸 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報紙 叫南方都市報 在廣州的 它卻敢於把這個消息放到頭版 它是中國最好的 優秀的 勇敢的報紙 南方都市報 為什麼會有南方都市報 就是因為 它有一個在市場改革的大環境之下 爭取新聞自由的一個空間出現 這個市場練習主義啊 雖然它是不要你搞新聞自由 但是搞新聞自由呢 是有了可能性的 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廣州出現了 1984年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報紙 叫南方周末 它的最早是這樣的 後來我加盟南方周末 曾經作為它的常務副主編 那我對這個報紙很有感情 你看 這份報紙的歷史 就是中國新聞 這個20年的進步的歷史 80年代它的報紙是這樣的一個 娛樂的報紙 到了這個上世紀90年代 你看它的報紙的頭題 頭版 都是在這個為老百姓伸張正義的內容 在那裡批評警方的濫權的內容 這個時候我們的創始人左方先生說 可以有不說出來的真話 但是不再說假話 謝謝大家 嘩 這句話很有power 這句話真正是代表得到 剛才前江先生所說的相對自由 雖然現在中國大陸的媒體 不可以完全揭發政府的負面消息 不過他們也不需要再說謊 下下幫政府說好話 今天看得多著這麼多份報紙 發覺大陸的報紙和香港的很不同 大陸那些就是一些政治頭條 而香港就是一些如來頭條 可能因為這次的講座主要講的 都是中央政府的官方報紙 所以政治新聞自然就多了 其實我也都相信 現在大陸的報紙 雖然不夠香港的報紙透明度高 不過它都應該有很多不同的新聞 不過我也想不到可以在一份報紙上 看到個國家的歷史 我也覺得這次在角度和題材的方面 既有創意又有深度